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掌中宝拷贝斯巴的整个操作过程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里有两把钥匙 一把是原厂钥匙 一把是我们刚配出来的副厂钥匙 我们将原厂钥匙打开点火 大家看到防导灯立马熄灭 我们这是一把还没有配过的一把钥匙 打开点火 看防导灯正在闪烁 我们现在就进行拷贝 首先将原厂钥匙放入掌中宝中 进行识别 好 再点一下OK 它提示采集 它提示采集 我们现在进行采集 把线圈贴到十字线圈才打开点火 好 把它关闭出来 把钥匙关闭拔出来 再次插进去 打开 好 显示采集成功 我们将钥匙拔出来 把钥匙折解好 插在里面 再插到十度气上面 插到 然后点击OK 好 再点击OK 好 它现在开始进行破解 破解的时间 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 我们现在为了 就是说是 保证它的电源够用的话 我们连接上一个电源 把电源连接上 好 我们把钥匙放好 就放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现在等它 慢慢进行破解 它现在正在走时间 我们耐心等待 我们把我们要配的钥匙插到点火开关里面 就是我们进行采电 在持续等待中 它还在持续等待 好了 好 经过大约十五分钟左右的等待 上面写是 拷贝解码成功 我们将原始钥匙拿出 将原始钥匙拿出 然后放入新钥匙 插进去 等会儿的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新钥匙插到点火开关里面 现在是防盗灯闪烁 我们现在拔出这个钥匙 放到上面 点击OK 进行拷贝 再点击OK 显示正在拷贝 好 拷贝成功 我们拿出钥匙 放到点火开关里面 观察防盗灯 好 防盗灯熄灭 证明拷贝成功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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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